民進黨因為執政太久了 他已經大到變成一個怪物 一個人打不動他 要一堆人才能打他 所以大家對他的不屑 台灣這三天災難 所有爭論節目都在批評賴清德 批評民進黨 我非常反對新清安 後遺症現在來了嘛 這是一個災難的政策 瘋了 一群人瘋了 都沒有去思考過 他做這個政策會發生什麼事情 民進黨執政台灣八年 今年是第九個年頭 台灣嚴然變成房市地域 講了政治人家會去認同 政治都是兩邊的 我打個比喻 執政黨跟在野黨兩邊 你要走哪一邊 那對於台灣大方向來說就是怎麼樣 台灣就是怎麼樣 民進黨跟另外一邊 連中共那邊都算另外一邊 台灣就是這樣啊兩個大方向 就民進黨跟所有另外一邊 已經變成這樣了 民進黨因為執政太久了 他已經大到變成一個怪物 一個人打不動他 要一堆人才能打他 所以大家對他的不屑 他最近也造成災難啊 這兩天我快速講一下 台灣台灣這三天災難 所有政論節目都在批評賴清德 批評民進黨 這兩三天 我們台灣啊很多人啊 被新清安政策去買這個房子 也有一般正常人去買房子 然後非常多的 人現在錢拿不到 然後他的房子簽約了嘛 要被判違約 而且 這是賴清德當總統的時候的政見 雖然 我個人非常 我這根大包 我非常反對新清安 因為這 所以 後遺症現在來了嘛 房子不但變兩倍貴 而且你還沒錢繳房貸 不是跟政 你還連房貸都帶不到 投機款 要籌 房貸 錢也要籌 這好不好笑 我跟所有亞洲的朋友 無論你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香港 這是一個災難的政策 這個災難啊 帶到銀行沒有錢啊 沒有錢撥出來 太多人買房子 太多 大家想一下喔 各位 所有的全世界的華人 聽得懂 你們別講話的 他這個災難 這個炸彈下去 大家想像的就是 你在你的國家也好 我們台灣人是非常了解 你想像一下 所有人喔 好像買房子跟買菜一樣 大家瞬間都去買菜了 把房子當菜買 你想像一下喔 而且我們台灣的房價超貴 就因為這樣嘛 一堆人 人家這樣需求 一堆人 民進黨政府說來 30年 貸款 貸要30年 新清安 低利率 瘋了 一群人瘋了 都沒有去思考過 他做這個政策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建商就把房價開始抬高 在短短的兩年啊 這兩年當中啊 漲了一倍 漲了一倍啊 一坪啊 從30萬台幣 換算大陸差不多6萬塊 人民幣 一坪喔 本來就這麼貴 現在直接到60萬起跳 就是一坪12萬的人民幣 這耳不噁心 一多年去買 這還沒關係 大家都去買 買了之後現在錢下不來 這更噁心了 也就是說 我把投機款繳了 我準備這個投機款 我合約簽了 現在銀行錢貸不下來 我房子拿不到 然後又被判違約金 民進黨的德政啊 民進黨的德政啊 這叫禍國殃民 誰買房子誰倒楣 誰買房子誰倒楣 現在就台灣 誰去貸款誰倒楣 然後到後面有需求的人 貸不到 為什麼 接下來沒錢貸 你要排隊 你要買建房子 你要貸款 你要排隊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麼好笑的東西 你要排隊 因為什麼 銀行沒錢 錢在哪裡 錢都帶出去了 都去買房子 民進黨 執政台灣八年 今年是第九個年頭 台灣嚴然變成房市地獄 房價兩倍 貸款貸不到 還一堆人簽了這一個 所謂的 購物合約 現在完蛋啊 一天罰三千 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繳貸款 一天罰三千 一天罰三千耶 人民幣多少錢 馬來西亞幣多少錢 新加坡幣多少錢 一天你在家裡面 吃飽了 你的錢就罰款就三千 三千 三千 因為你沒有錢啊 銀行也 錢也沒給你啊 你就一直被罰款 這個是第一波 五年後 台灣房地產應該會崩潰 你有沒有看 各位看新聞 一年 最近這一年要交五十萬 五十萬戶 你兩三年前買的嘛 還有最近大家狂買嘛 這一年內要交五十萬戶 這只是剛開始 我常常問 各位 我問各位喔 台灣的人啊 生不如死 台灣生的小孩 過少 死去的人變多 這個國家從兩千兩百萬人 開始一直減弱 人數一直變少 我們現在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兩千三百萬 還是兩千兩百萬 人一直變少 房子一直變多 房子 建房子的速度喔 比你生小孩的速度 差不多十倍啦 請問一下喔 為什麼房價還在漲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 各位有沒有思考過 我就訪問各位嘛 我也不知道 因為國家人口數越來越少了 房子原本的都在了 然後房子增加的倍數是十倍 然後為什麼房價還在漲 不管 預售屋長 中古屋長 舊公寓也漲 然後房租漲 房租大家都要漲欸 我就一直在講這個東西 算了啦 我現在也想要 我現在如果有錢 我也去買地啊 幹嘛 媽的當不動產存錢 我也是個生意人啊 人家說館長 你在怎麼樣喔 在台灣喔 有錢怎麼辦 有錢不要亂花 就買地 便宜的買起來放著就好 需要錢的時候賣掉 就有錢 而且他還會跟著通膨潑 超好笑 你的錢喔 你買這塊地三千萬嘛 三年後變成五千萬 因為他通膨嘛 他跟著走 你不用擔心 在台灣就是這樣 沒辦法啊 我也是開公司的啊 我不能 我資金到了 資金開始多 我也是要 開始去買地啊 沒辦法啊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民進黨執政之下 推出新慶安 房租補貼等政策 主打的居住正義 民眾感受到了嗎 沒有感受到居住正義 因為 就是對年輕人來講說 這個也是一個 蠻遙遠的目標 買房很遙遠 對 買房蠻遙遠的 居住正義 我覺得那是一個 政客的口號吧 我就覺得好像 其實我們 平民老百姓 沒有感覺到這件事情 什麼正義 好像沒有發生過 買房對你來說是什麼 有一點遙不可及 但可以當作一個 那個目標 專家的目標 太貴了 買不起 真的買不起 又要存錢又要買房 我覺得有點困難 尤其又要拿出頭七塊 我覺得太難了 如果我今年三十歲買 我要還四十年 我都不確定能不能活到七十歲 如果活不到的話 那個貸款要怎麼辦 那我 我 債會留給我 我兒子 就不要說台北 包括我 我家 我家一來的 我們那邊也算是小鄉下房 價也是 虧到靠北 真的嗎 真的 你一部 你一部新的那個 你一部新的房子 最少也要一千二到一千五那邊 連我們那邊 四五十年的老房子 就要四五百萬的那一種 當然 還談什麼居住正義 如果真的有居住正義這個東西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找不到房子住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要能夠買得起房子 應該滿困難的 沒辦法感受到居住正義 因為他們的收入應該 實在是自己用都不夠 還要買房 不太可能 居住正義完全不存在 對我真的完全不存在 你看不管是藍的綠的也好 選錢收到居住正義 可是選後咧 他把房地產當成經濟火車頭 那我可以跟你說啦 這個會帶給台灣 不管是經濟結構也好 或是生產 甚至一個長遠的規劃來講 會造成一個 不可逆的毀滅性破壞 所以你說新清安 有沒有幫助年輕人 更容易買到房子 我可以很老實的告訴你 台灣目前的政策 沒有任何一項 是幫助年輕人買房子 你要幫年輕人買房子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讓資金離開房地產 讓房價降下來 因為政府長天以來的政策 就是把房地產塑造成 這是投機套利的工具 但他忘了 這個其實是要拿來住的 這樣過度的一個炒作 就會變成說 大多數人買不起房子 居住正義嗎 這麼多年 沒有正義啊 哪裡有正義 一萬的一 沒有正義啊 哪裡有什麼 政治任務在騙人的 你載什麼 什麼清安什麼 然後你都會是騙人的啦 說實在話啦 沒事找事情做嘛 OK OK 他真的在辦事嗎 OK 居住正義喔 感覺好像又另外一種 一種會讓人家 把房價提高的感覺 因為覺得好像帶得到款 然後就可以再去搞一間 就變成房價越來越高 會堆疊的感覺 有年輕人覺得 什麼居住正義 完全沒有感受到 這只是政客的口號 是靠近的 還是有的 會不會 失敗 快由 下來 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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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由